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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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坐瓷器列車 還有背包都派小酒 人家說瓷器列車不能喝酒 我說你坐你們的瓷器 沒差我喝我的酒 因為一樣時期也是說到沒有 回來 經過一個多月 我就重新思考 我的人生方向 人生的價值 我在思考這個 我是決定要來參加這個 主座的團體 還是要繼續過我這種 迷茫的生活 去兄弟喝酒 後來自己選擇吃劇來 所以我應該要 擇吃一點時間 去幫助西藥幫助人 因為我們人生 目的不是只為了賺錢 進入吃劇來 喝酒抽菸吃檳榔 你醉這些時期都要改 包括我就索實 我說吃菜就吃菜 我決定一樣 我是做一個家 而且朋友來 要吃 我分給你吃我不會吃 他要喝酒 我喝酒開喝喝 我不會喝 經常來找我喝酒的人 避免心思考我完結 入境障以後 我最大的感受 感謝就是說 對於我廚房的那些眾生 之前我對他們是很討厭 水痛一抓 我就一抓把他呼呼 就把他殺掉 現在我天天在水燦裡面 常常在唱唱 霧殺亂殺 細細殺 末世眾生本田等 現在我就看到螞蟻的時候 我就覺得心花毛毛毛的 所以現在我就不敢再殺 我就會把廚房弄乾淨以後 就改善了 所以現在他們螞蟻 比較不會出現了 那我看到他們 不會像之前 直接就把他們殺掉了 可以說我們要共存 入境障 忏悔我過去 魚吃懵懂 集氣跟公公公 希望我們重新再來 重新出發 把舊的習氣給甩掉 給懺悔掉一些 最願意